众所周知 三国时期最有名的两个谋士 一个是诸葛亮 一个是周瑜 但是两大谋士却各自为主 穷尽一生 斗得你死我活 而其中大都是周瑜好斗 诸葛亮虽是接招 但诸葛亮从不主动挑衅 周瑜病故 诸葛亮前去看网 哭得伤心 众将领都说 诸葛此事多此一举 两人关系本就不好 但是只有信任的都督鲁肃认为 其为真心实意 而诸葛亮前往东吴 为周瑜平调 到底是不是真情 我看他是真情 但是并不是多情 而相反的是无情 诸葛亮听闻周瑜已死 笑着说周瑜已死 可见这个笑是开心的笑 是为自己少了一个对手 而可以消停的笑 是自己妙计得逞的笑 满满的都是对周瑜死去的 开心的无情的笑 但是他开心尽可以大方表现 为何还要前往东吴痛哭呢 这就又是一个极策了 诸葛亮在东吴诸将面前 大声地哭起 边哭边说着周瑜的生前事迹 说周瑜少年成名 便辅佐孙家 还与美人小乔结为夫妻 更是和诸葛亮确立 孙流联盟对抗曹军 其实最后一点才是重点 孙流联盟对抗曹军 让大家不至于在周瑜死后 就忘记这件事情 而他的说辞 更是让大家看见了 他对其真心实意的悼念 表达对周瑜的羡慕 而时不时地提醒东吴诸将 不要忘记约定不去就是背叛联盟 对不起死去的周瑜 无法言说的哀痛与肃木席卷 使他们忘记其他的动机 也就顺着他的意思走 而鲁肃是十分担心诸葛亮安全的 但是那曾想诸葛亮到了东吴 十分的安全 究其原因 首先他带了赵云 赵云身带剑 但是这应该不是主要原因 试想东吴那么多的人也不乏有高手 仅凭赵云一人是无法抵抗的 这就说明他还有其他的计策或者安排 大家畏惧的是看不见的计划 所以还不如将赵云放着 其次 诸葛亮表现得十分哀痛 对周瑜的离去表现得十分伤心 大家都认为他是真的伤心 故而不愿意再想起他 只当诸葛亮是真的前来吊咽自己可敬的对手 先前说过 诸葛亮的目的是让东吴诸将不要忘记孙流联盟 即使周瑜不在 联盟还是存在的 但是最令人想不通的就是大家怎么同意诸葛亮前往东吴吊咽语的 按理来说 大家一直认为诸葛亮老先俱华 前来东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让他来还不如拒绝他 保障他的计谋无处施展 但是诸葛亮还是来了 并且还是和赵云两人前往 究其根本原因 应该还是因为他和鲁肃的关系 鲁肃毕竟是东吴的大都督 说话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他认为诸葛亮只是单纯的前来平调周瑜 没有其他的意思 因为他一直以来 对周瑜和诸葛亮的事情看在眼里 都认为是周瑜小肚鸡肠 容不下诸葛亮 而并非诸葛亮和他故意作对 因此他站在诸葛亮这边 允许前来平调 一开始这样认为 直至结束他也是这样认为的 诸葛亮是真的很多情 究其原因 还是鲁肃将诸葛亮视为朋友 也难免他会认为 诸葛亮是多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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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